我要和大家一起欣赏一部王家卫导演的作品 那么王家卫的电影呢 很多人都说呀难懂 这很难琢磨明白 他这里边这人物关系啊 故事情节发展是怎么回事 很多人呢 也以解析王家卫的电影为一种乐趣 甚至当作一种荣耀 那么今天我们说这个电影呢 又是王家卫诸多难懂的电影当中 几乎是最难看懂的一部作品 这部电影的主角呢 是梁朝伟和张曼玉 那么我说到这呢 很多朋友就知道了 这是王家卫 在中国内地最火的一部小字电影 花样年华 有了不寻常的关系 于是两个同病相怜的人 就有了愁绪 有了伤感 有了孤独里的道德约束下 日子在花样年华中过去 忧郁 忧远 惆怅 淡然 而影片对于旧上海的描写 更是存留在王家卫生命中的影像 对一个时代的迷恋 那么他这部片子里的呢 展现的一些内容啊 确确实实也是我们很少在以往的片子当中看到的 他的节奏 他的剪辑 他整个的人物关系 包括推进故事情节的场景 王家卫设计都跟别人不一样 可是在好多的演员都不知道要拍什么 王家卫是当天上午动工 当天上午给你剧本 剧本人可能就那么简单几个词 你就顺真往下演吧 有的时候演员不知道演什么 甚至王家卫都不知道演员下不了怎么演 他只是模模糊糊有一个方向 有那么句话吗 说高水平的艺术啊 正常人是创造不出来的 得精神病能创造出来 可能像花样年华这样 我们看起来晦涩难懂 却又把你忽悠的不能自已 陷入一种神秘主义不能自拔的这样的影片 也只有王家卫这种偏执狂和精神病能创造出来 曾孟美约你出来 其实有点事情想请教你 昨天你拿的皮包 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的 那个皮包是我先生 在外地工作室买给我的 他说香港买不到 那就算了吧 其实 我先生也有一条领带 跟你的一模一样 他说是他老板送给他的 所以天天都戴着 我太太也有个皮包 跟你的一模一样 我知道 我见过 看惯了好莱坞市的商业巨著 看惯了一些小字片的矫情 看惯了一些武侠片的大打大杀 突然间出现这么一部片子 咱们有一种 换了一种口味的感觉 可是我敢肯定 如果你天天看这片子 你也会成为精神病和偏执狂 好在这样一部片子 是由一些大腕来演绎的 这还能够把我们的视线留在这片子上面 你比方说有很多人看这片子 就是来看张曼玉穿这个二十六十旗袍的 咱们也必须得承认 在这里边张曼玉的旗袍是视觉上最大的亮点 他这里边张曼玉总共换了二十六十旗袍 这些旗袍都是挺上年代非常有特色的旗袍 而这些旗袍呢 配着张曼玉得体的身材 显得曼妙身姿 张曼玉当年港姐的亚军 那可袍呢 开始他不是很理解 他怎么换这么多旗袍 我自己都眼花了乱 每天都得换换高二鞋 一化妆五个小时 他都受不了 这个片子拍了十五个月 拍到第九个月时候 张曼玉才明白 为什么要总换这旗袍 因为这里头几乎没有外边场景 都是楼梯上和室内 如果不这么换服装 观众可能就会混 就会发生错位 更加不利于理解剧情 而且这个旗袍关键在视觉效果上 有人可能心外说 为什么老外不怎么穿旗袍 中国女人穿 而中国女人穿就好看呢 很重要一个原因 外国女人的身材 和中国女人身材不一样 当时这个片子上映之后呢 在香港有很多老裁缝开的店 都闷去了 这下子一下子顾客迎门 有相当多的妇女登门要求 给我定制旗袍 所以你看这个旗袍在这里边 对社会上这个旗袍的销售 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那么当然张曼玉在这里边的演技 我们也得说达到了他一个巅峰 因为苏立真这个人物很不好演 他是一点点才知道 自己丈夫背叛了自己 然后之后才通过跟周沐云的往来 才知道原来自己丈夫外面的女人 就是周沐云的老婆 他对这个事充满着欠酒 同时也自己受到了伤害 那么和周沐云带着欠酒往来的过程当中呢 他发现自己一点点爱上了周沐云 这是非常一种拧巴的状态 所以我想把这个感情经历 一点点演绎出来 很困难 尤其是女人还要含蓄 不能外露 你接着回来了 是 我是不是还没用 也不是 那我以后不找你了 二手真心 所以张曼玉配合这个衣服 来调整自己的心态 来按照王家卫导演的方式往前走 所以使我们感觉不温不活 表达感情到这儿就正着好好 没有说让我们感觉压性无比 也没有让人感觉突破这个角色的限制 突然间外露出来了 所以说张曼玉在这个戏里边达到那种内敛演技的一种巅峰状态 而且尤其结尾的时候 王家卫就说你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演 王家卫也不知道怎么演 张曼玉说我会哭 周沐云要走了 说你怎么哭 说你演一遍吧 结果张曼玉演的是表情呆滞 眼睛比较空洞 但是眼泪一滴一滴从脸上流去 这是王家卫希望达到的效果 而张曼玉在生活当中极端难过的时候也会这样 所以张曼玉觉得在这一瞬间跟王家卫在创作上完全能够沟通 所以有不少演员跟王家卫合作 到最后都能达到这种水乳交融的境界 这使很多演员忘记了前面王家卫那种魔鬼打法 把演员折腾的疲惫不堪 所以这部戏当时是一条就过了 王家卫觉得就这感觉 太好了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一个导演 为什么用一个演员用顺手总愿用他 就是两个人在创作上已经形成默契 像这种完全没有本子的 就说完了就演的 想要达成默契 那更需要长时间的一种合作 所以我们说张曼玉在这里边 在王家卫的激发之下 或者说是王家卫 在了解张曼玉的情况下 利用了他感情世界里的一些隐秘的东西来激发他 所以张曼玉才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